哈喽 大家好 他是图 他是如露苏 今天咱们就换个角度 来聊聊国王排名第6号 目前的故事发展主要是两条线 一条是波吉 另外一条就是他的兄弟戴达 而这两条线的故事发展 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对称关系的 来吧 先点个赞 咱们一起往下看 上一话中 波吉王子吓到了明府 而这边戴达王子吓到了帝宫 有没有想过 这个明府跟帝宫 它其实是连通的呢 我还想过他们会不会遇到的 这个脑洞就有点大了 这样看这两个人就有点对称了 都是下往了 是吧 一个是帝宫 一个是明府 都是为了寻找力量 波吉是希望自己变强 戴达也是希望自己变强 获得力量 这只是一个小对称 这里面存在的对称那就太多了 波吉王子是在卡克小黑的陪同下 下往了明府 而一边戴达王子呢 他是在魔镜 现在我们知道叫米兰桥的陪同下 下往了帝宫 对对 是吧 这个卡克小黑其实是一路陪伴着 波吉 对 一路上他都是默默的帮助着他 守护着他 米兰桥一样也是陪伴着戴达 但是他呢 却一直都想加害于他 就蛊惑他 要不是蛇天王 对对对 他早就下手了 是的是吧 又是一个小推陈吧 都有人陪 一个是对他好 一个是对他坏 而这一集里面 波吉到达明府之后呢 发现德斯哈明府之王啊 并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这个人并不能让他变强 而戴达这边呢 下到地宫之后 经过米兰桥的一顿骚骚托 制成了秘药 戴达怒摔杯 覆水难收啊 就按着米兰桥说的 其实他这个药并不是使戴达获得力量的药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弄错了 总结一下 就是波吉呢 他找错了人 戴达找错了药 另外还有对撑动 这边是波吉跟骑士团的队长呢 来了一次过招 刚开始是波吉对队长发动了进攻 当然了 没什么乱用 因为他的攻击力嘛 大家都知道了 之后骑士团的队长呢 对波吉发动了猛攻 也没什么乱用 这并不是骑士团的队长 他攻击力不够强 而是波吉他的闪避能力太强 这一场比试呢 咱们可以认为他是讲武德的 讲规则的 保持着双方尊重的原则 公平的打斗 过招 但另外戴达那一边 那就是不讲武德了 咱们梳理梳理 先是枪王呢 对戴达发动的攻击 但是被米兰桥给阻止了 是吧 之后就是戴达打算偷袭了 趁枪王跟米兰桥说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被米兰桥给阻止了 然后换作戴达放下手中的刀 结果呢 反被枪王给偷袭了 这也算是一个过招吧 好 对称了 另外从结果上来看呢 他们呈现的也是一种对称的关系 波吉这一边呢 是骑士团的队长呢 帮助了他 他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他说你要找的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德斯哈国王 而是他的弟弟德斯帕 而戴达这一边 他被枪王偷袭打晕之后呢 强行被迫喝下了他父亲的那个药水 硬核回收 自成副业 就是说骑士团的团长呢 他是帮了波吉的最后 而枪王呢 他是害了戴达的 又对称上了吧 目前说的这两条线呢 波吉这条线呢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非常的期待 戴达这条线呢 我就有很多疑问了 尤其是这个米兰桥 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大的一个谜团了 首先他的计划 或者说是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他是怎么变成了魔晶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一话当中 他和枪王阿比斯说了什么 然后这个阿比斯的他的态度 就为之一变呢 那米兰桥的目的吧 我觉得说了这个剧透太大了 就不是三言两语呢 说完他是吧 其实三言两语就说完了 三言两语说完了之后 因为米兰桥 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接下来的故事呢 很多都是围绕他发展 如果把这个一说 那就等于是核心剧透 当然咱们还是可以聊一聊 这一话中 米兰桥对枪王说了什么 让枪王突然发生了转变 就这一话到枪王出现 他拿着枪指着代打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是认为枪王 他是想遵从波斯王的遗言 立波及为王 是打算杀掉代打的 但是他后来呢 又没有杀掉代打 首先枪王的立场呢 他是非常坚定的 然后米兰桥跟他说了什么之后呢 他发生了转变 米兰桥的计划呢 咱们目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呢 可以看出米兰桥 他的计划和枪王的这个立场呢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所以才导致枪王最后没有直接对代打出手 就是没有把他杀死 如果说枪王还是保持着原有的立场 他拥护的是波斯王 那么他不杀死代打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只能说代打不是代打了 那代打会是谁呢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吧 虽然咱们不知道米兰桥 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但是从他千方百计的保存 国王的这个遗体 然后呢 又费尽心机的制成了那一杯圣药 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多少都有点输了吧 咱们可没有剧透啊 都是你自己猜的啊 最后咱再来吐槽一下 这个点呢 可能是制作组的制作失误吧 就是当波吉跟小黑都已经转身准备走了 这时候骑士团团长喊了一声 波吉听到立马就回头了 其实这个地方呢 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因为波吉小王子 他是根本就听不到的 即便他会唇语 他也是要在看着别人的这个 唇部动作的时候 他才能 他为啥在背对他的情况下 别人喊了一声 他立马就能回头 关键是这些骑士团对吧 他们都是戴着面具 对 那个队长穿得很厚实 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 这个确实是一个小小的槽点吧 当然啦 除了这个槽点之外呢 这一集的细节呢 还是做得非常用心的 我感觉很多细节就特别的真实 就把那种情感啊 传达得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到位 这一集中最打动我的脸就是 当民府之王彻底否定 波吉没有任何才能的时候 没有天赋的时候 波吉情绪非常的低落 他很沮丧 就在这时 小黑从身后跳了出来 拍了波吉一下 并且还对大家说 他一定能够变强一定 我觉得小黑这一掌拍下去 就感觉像拍到我的心坎上 就特别的温暖 就感觉彻底受到了这种鼓舞啊 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亲切 他就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那种 打气啊加油啊 这样说 我之前并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啊 对就是那种 对对对 就是平时我俩 如果我很沮丧的时候 或者是你很沮丧的时候 我们都会 不用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 没事没事 对对对对对好朋友之间 或者是好夫妻之间啊 就是当对方沮丧的时候 会通过这种方式去安慰对方 为对方打气 让对方振作起来 看似一个很不经意的这样一拍 从这个动作当中 我觉得对方会获得很大的力量 就是人吧 他很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 就无法自拔 对 尤其是当他特别低迷的时候 他这样就是能打破他 拍一下他就感觉真的给了他很多的力量 哪怕后来他又先进去了 但是那一时间他肯定会被拯救出来 我也觉得我可以 然后后来搬石头 我还是不行 是吧 我又 尴尬了一下子 当时想搬一个大的没搬弄 然后尴尬的挠到头 发现不行 好吧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记得点赞 赞咯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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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